Hello 大家好 我是Suan 今天是一條很隨便的稀討片 順便和大家分享一下妝 試試兩支新出的粉底 也是我剛剛收到的 因為大家都經常問我 可否做多些分享關於懷孕期間的分享 我拍這條影片的時候就差不多28週了 即是已經7個月了 所以可以做我的任中期 第二季的分享 另外我之前也在IG做過一些Q&A的項目 剛剛也有很多朋友問過我一些關於懷孕的問題 所以我也會在這裏回答大家的 那如果你們對我以上講的東西有興趣 就繼續看下去啦 大家就不要當這條影片是一條化妝片看 因為其實這次主要想跟大家試試兩支我新收到的粉底 因為兩支我都用過的 又不想特意開一條測試一天 或者是兩支我都不太喜歡 又不會加在我的最愛片那裏 所以就在這條影片中也不可以拍攝了 那我現在首先在這半邊面上 這個Megapforifa新出的Matte Velvet Skin Foundation 這個其實跟我很喜歡用的粉餅是同一個系列的 不過這個是粉底液的版本 那我最近的皮膚其實比起我頭三個月就穩定了很多 即是印中期就穩定了很多 但是到現在又差不多到第三個月了 因為我今天拍這條影片的時候 我是差不多28週即是七個月了 我給大家看看我的肚子是怎樣 肚子真的比一般人是沒那麼大 我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 那今天是27週零三日還是四日 即是28週的情況是這樣的 我現在就有三顆荷爾蒙瘡 都很大顆的 1 2 3 其他地方就沒有瘡 我覺得紅印都沒有之前那麼紅 另外半邊面呢 就會用Benefit這個Halo Happy Foundation 但這支其實就應該不太適合印婦了 因為它SPF15和PA兩個加 應該是化學防曬的 所有現在有化學防曬的粉底 其實我這個印期都停了用的 不過這個呢 因為我現在不是外出 我只是拍片化妝化妝 然後就會射掉它 所以我想停留時間不太久 我都可以試試給大家看的 這邊現在是Makeup for Ever的Mac Velvet 人傳說說印中期是最舒服的 不會有什麼大反應 的確是的 尤其是我好像在4至5個月期間 真的覺得很棒 完全好像經常都忘記了自己幼了 然後去到6個月開始 又出現了 有些病症 例如可能胃酸倒流那些 其實又會出現了 然後我又試過有幾次 是胃酸倒流得很嚴重 有火燒心的情況 是很辛苦 很反胃 然後還會壓到連這些位置都會痛 就是那種感覺 我之前好像沒有試過 在華人之前 其實不吃藥 有些日子是睡不到的 真的問了醫生拿一些胃藥 是孕婦吃得的 那當作是旁鎮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問 或者如果你有傷風感冒的問題 例如你那一陣子咳 其實都會問你的苦產科醫生拿一些藥 因為始終如果你堅持完全不吃藥 但是你有些病症已經去到忍不住 影響你作息 其實對你身體也不好 影響你作息其實對BB也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大家要自己衡量一下 吃不吃藥的問題 By the way 我拍這條影片之前 其實我用小B拍了一條 是說關於懷人的身體變化的影片 我不知道應該是先出這條影片 剛才再出那條影片 所以如果是身體變化的那些 我就盡量留下那條影片才說 如果是一些整個期間都會發生的 主要這次就說回印中期的反應 我現在這半邊就是上了 Make Up For Ever的粉底效果 你看到其實我剛才用的量不是很多 那我用Cushion粉撲上了 已經覺得這個遮瑕是好過HD粉底效果 那這兩顆比較深色的暗瘡 其實它都遮了一半左右 那當然你要再用遮瑕膏遮好一點 我今天應該就不特別用遮瑕膏了 因為我今天其實真的不是外出 是純粹化妝來拍片 然後順便分享一些產品給大家聽 肚子開始大 尤其是去到六個月之後 我覺得就會開始多了腰痛和扯住 就是這些腹部扯住的問題 另外Benefit這個2號色 我覺得是剛剛好 都容易推 都比較水潤 但是我覺得它是偏乾的 尤其是它在這些鼻翼的轉彎位 你會看到它不是很貼粉的 就是它是有些... 好像怎樣化都不能上去 但是如果你不是特別乾的地方 overall 可能這一邊其實都很貼的 而且它以Benefit一個不是專門做粉底的品牌來說 其實它對我來說是有驚喜的 它不是乾性皮膚 而是混合性皮膚 應該都適合的 但是至於它的持久度 由於我這支粉底真的不會測試太久 我昨天出去吃飯 到我卸妝前後就大概4、5個小時 它在臉上的貼服程度都可以的 它不會溶化的 但是過了4、5個小時之後的表現 其實我不可以告訴大家 我只可以讓大家知道 在我用上臉的時候大概的那種感受是怎樣的 另外 Make Up For Ever這一邊 其實我為什麼不太喜歡呢 因為它真的都很厚重的 那這個是 Make Up For Ever 這邊是Benefit 那這個是完全... 好水 但是 Make Up For Ever這一邊是... 沒有什麼流動性的 你看到它很濃的 它有點像Cream Foundation的質地 所以其實相對之下 它用上臉上就會比較厚 其實我覺得它厚的程度 差不多接近由Estée Lauder的Double Wear那麼厚 它的遮瑕度跟它的粉餅一樣都是很好 比較偏向Matte 真的幾乎沒有光澤感 也都是很快上妝 而且它是這個Tube妝 帶它去夏天去旅行用的方便 但是用了8-9小時以上 在我身上會有氧化的問題 是會氧化半度的 我用其他Make Up For Ever的粉餅和粉底 都沒有出現這個情況 雖然它都很乾 但它的控油度不算是很好的 它真的沒有Estée Lauder的Double Wear那麼好的 它跟粉餅一樣 都是在我的鼻子容易出油的位置 它也是容易出油 我甚至乎試過加過Sophina的UV Long Keep Base 其實它也是一樣會出油 也不是兩邊隨便一個 有特別漂亮的睜毛孔的能力 但是你會覺得 Benefit這一邊其實是 水潤一點和薄一點的 那眉毛那些呢 因為我沒有什麼新產品 我只要跟大家聊天 剛剛看到IG之前 有個朋友問我其實重了多少 那我就看很多台灣的節目 就是說整個人期最好的標準體重 就是重10至12公斤左右 就是最多最多都不要重超過16公斤 但是很傷心的一件事 就是我頭的三個月四個月其實都OK的 去到五個月左右就真的胃口大虛了 加上我的肚子又不是真的好凸 那我的肚子是覺得自己好像還有幾乎吃一樣 就是之前一直都標準的 真的去到五個月到六個月期間就重得很快 我那個月是重了好像七磅 真的太多 所以醫生就覺得不太好 然後他就跟我說 不行啊你一定要去喝糖水 測試那個喝腎糖尿 但我家裡也有一些糖尿病的歷史 所以他就叫我一定要去檢查 哇是難喝到呢 我叫你喝差不多這麼大杯 就是我現在這瓶水的來到這裡 然後那杯是寫著75g的葡萄糖 你第一口喝下去你還是覺得很甜 OK的 即是接受到的那個是很甜 但你覺得也是很甜的水而已 但當你繼續喝下去 你就覺得很辛苦啊 好像胃和食度都給一些太重味的東西 去攻陷 喝完糖水之後再隔兩小時 他真的會幫你時間的 隔兩小時之後再檢查你的尿 和血液 總之總之你中間兩個小時是很空的 我本身以為那兩個小時我會行動之餘 但是呢 那姑娘就跟我說 不要啊你不要去啊 你可能會暈啊 或者你會想吐的 我就心想 怎麼會啊 就是喝糖水怎麼會想吐啊 暈啊那些 那兩個小時後我就坐在診所上等 然後呢 一喝完 其實差不多五分鐘左右已經來了 我已經是 幸好沒有吐出來 因為如果吐出來的話更糟糕 你是真的要重喝的整支 喝完之後就開始很想吐 是想吐到瘋 然後很反胃 沒有胃口 覺得很怪的那個味道 然後就在診所沙發睡了兩小時 然後睡醒之後就再檢查 好幸好沒事啦 但是這個經歷都挺難忘的 它簡直是我覺得是整個懷孕要檢查的東西裡面最恐怖的一件事 今天用的黑暗是這個Clai de Paul 是朋友送給我的這個 登登 是不是很漂亮啊 這個大名鼎鼎的Clai de Paul Highlight 我就這樣用它裡面的掃掃都OK了 這個就不是太誇張 還有比較偏白的女生用會比較好看 都比較自然的 不是平時有那麼誇張 剛才的胭脂也是挺自然的 所以我加了一點在這個面中間 Revlon的 新出的這個眼影 都不錯 所以都在這裡示範給大家看 顯色度不錯 也不會說有即綫、飛粉的問題 我覺得是OK的 某一些顏色 這些顏色是有一點飛粉的 但不嚴重的 那我就現在開始化了 其實懷孕做運動這些問題 都很多媽媽是會有很大的分別的 有些朋友就覺得 其實很危險啊 不是那麼好做運動 我媽媽那些年代的人 你懷孕期間就真的躺在這裡 沒有什麼動作 其實只要安全的情況下 和醫生說OK 我自己都會照做的 醫生簡直是每一次都會問我 你有沒有做運動啊 記得游一下水 如果你懂得游水 他覺得如果你懂得游水 其實游水是一個非常好的運動 我沒有洗澡 我令第一筆落已經很深色 絕對是一個錯誤示範 當然如果你的婦產科醫生 叫你餓床啊 或者叫你盡量不要動啊 不要走太多啊 會弄到自己的地方 其實都聽回自己婦產科醫生的意見 因為偶爾也有些媽媽 可能有些人是不能動的 那些媽媽呢 就之前在IG問我有沒有請培月 或者有沒有培月推介 培月呢 我早就已經請了 大概三個月左右就確認了 培月就一定要自己去面對 這個在我和小B拍過那條片的小B版 也有提到的 他也有份介紹給我 還有一些我生了的朋友 我盡量會選一些用過的人 總要有朋友用過 我會安心一點 最後現在培月也很好 他在那幾個月內 即是我未生的那幾個月內 他都會定期給我一些資訊 例如他一早會發出一個list給我 然後我問他一些BB東西 應該怎樣買啊 買哪一隻好啊 他都會很樂意回答我 即是會跟我聊電話 即是會用電話和我聊這些內容 不是他應份的事情 我覺得他都答得很好 我都對他很有信心 覺得他都會是很盡責的 還有你跟他面試期間 你會知道他是不是一個 真心喜歡小朋友的人 還有他自己照顧小朋友的態度 或者經驗是怎樣的 我又不是覺得那些Certs真的太重要 因為很多都可以叫人寫給你 那些對我來說就反而不是最重要 現在因為我未用到它 所以我也不方便介紹給大家 所以如果大家想我介紹陪月給大家 就要等我生完然後用完 我才可以確認給大家 因為我都要有責任的 另外之前也有朋友問我 是會開刀還是順產 首先我對於生仔 沒有一個很長遠的計劃 亦都不是很喜歡小朋友的人 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到 像波那樣 他是甚麼小朋友都很喜歡 和他很相配 別人的女兒抱著 會叫他爸爸 真的很誇張 但我不是這種人 我對小朋友的概念 是很少的 所以我沒有認真計劃過這件事 但是我唯一有想過的 就是我不會順產 因為我的經痛真的很痛 我很怕痛 後來也有檢查過 我有子宮後屈的問題 我都比較難懷孕 或者懷孕期間 都應該有些不舒服的感覺 是比較明顯的 比起沒有子宮後屈的人 但雖然這件事都很普遍 就是不影響你生育的 以前很早期已經想過 我一定不會順產 你怎麼辦 如果好痛 還有一件事就是 聽過很多朋友說 他們要吃全餐 痛了十幾十個小時 二十幾十個小時之後 都是差不多 結果都是要開刀 緊急開刀 那些 我很怕自己是這種人 所以我很早已經找了一個 我的婦產科醫生 其實是很有名的開刀 所以就算他診金一直比較貴 我也是一直看他的 因為我是想找一個 開刀的好一點的醫生 起碼開完又沒有那麼痛 傷口又好一點 所以就找了他 但在這幾個月內 其實我有點後悔 但醫院又付了錢 醫生又看了那麼久 其實我沒得改 但為什麼後悔呢 因為開刀的復原期 真的慢很多 我之前沒有想過 開刀這件事 不是只割你的肉 你是一層層割進去 割到你的子宮 一來都其實對身體來說 是無故多達痙 就是傷痕 那件事 而且你戒到進去 你的子宮也還有傷口 那你要復原的時候 那時間真的比較久 至少要三個月才可以 去到最後那層都會復原 那這件事是令到我覺得 為何我那時候 不想起這件事呢 我想起這件事之後 我可能會有第二個選擇 其實現在就沒得後悔了 不過純粹分享給大家聽 就是我這幾個月 有一種這樣的想法 之後 如果你是一心想餵人奶 以我所知 開刀上奶 就怎樣都比較差 和人奶順產比 雖然在餵人奶這件事上 我就沒有那麼瘋狂 我不是說 我一定要餵到 我要餵多久 我盡力 我只可以說 我期待餵到半年 但如果真的不行 令到我情緒很差 或者很影響 我臭嬰兒的心情 或者我真的有抑鬱的程度 我就會放棄 媽媽無論是懷孕期間 還是餵奶期間 我覺得如果你的心情不好 其實對整個家庭 對嬰兒的成長 都會有影響 所以大家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雖然我未到那時候 我到那時候 還要和大家分享 我現在暫時都很輕鬆 對於餵母語這個題目 然後有朋友問我會不會生多一個 我覺得很有趣 這個問題 因為在我第一個都未生出來的情況下 就已經會大家考慮這個問題 其實我自己是獨生子女 我小時候只有公認姐姐和我一起 父母上班 我媽媽也有很多時間陪我 但始終她也要上朝夕晚五的工作 多個兄弟姊妹 成長的過程應該會更開心 但現在你很早的小朋友 就已經會回playgroup 和幼稚園 有很多興趣班 其實你也會認識很多朋友 我猜就算只有一個 也不會有我小時候這麼寂寞 還有我最近想了一個問題 因為我小時候沒有養狗 我入了U才養小魚 現在我的小朋友 即是離緊期 我至少會有薯條 每天都在一起 都可以經常見到小魚 那其實都會很開心 我覺得有寵物成長的小朋友 其實已經跟一個小 即是一個就這樣自己 和公認姐姐大 是相差很遠 我覺得都很好 她應該不會太悶的 所以 第二個真的 未必 現在都化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粉還是很貼 不過呢 因為我鼻液真的很乾 最近我覺得 MAKE UP FOR EVER 這個 是有黏著皮 大家看看 所以它在乾的地方都很乾 BENEVIT也有的 但它沒有那麼燃死皮 反而它又進不去的情況 我用MAYBELINE的這兩個 這個是它最新的collection 是ALICE & OLYTHIA的crossover 我覺得它的包裝很漂亮 用了這個超級NUDE的顏色 這個顏色是656毫色 很NUDE的 答多一兩個問題 IG就有朋友問我會不會拍任父寫真 是會的 任父寫真呢 有兩輯 一輯就是跟小月薯條拍 很開心 會是牛仔 白T恤 很家庭溫馨風格 當然還有阿波 不是太乾 亦不是很現純紋 比較自然 可以就這樣用一隻色 另外這個是660號色 是這樣的 豆沙色 我加一點在中間 另外一輯就是9月頭拍的 到時候肚子真的會很大 那輯其實我未想定拍什麼主題 我一直都跟攝影師合作 但是我不想重複 如果我拍小月薯條那輯 已經是那些很簡約 穿白色T恤 即是很casual的 然後很溫 很家庭風的那種 另外那個我就想拍一些 自己平時沒有拍過的照片 可能會拍一些線條比較重 穿少一些布 但是傳摩的那些 我也沒有這個勇氣 朋友問我會不會拍新產Vlog 其實我不是純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看我的新產Vlog 如果有 你就記得留言在下面告訴我 但是 應該我也會拍的 因為都是我自己的紀念 應該也有些朋友會去 所以可以有一個參考給大家 其實我今天拍片的時候 還有七十多天 就到那天了 至於我會不會最後再拍 這個Third Trimester的更新 應該會的 但可能就是拍酒老袋的影片 才更新 或者在某一條影片內更新 就不會獨立拍一個Third Trimester的更新 今天影片都很長 那就是這樣 好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影片 如果有什麼關於我懷孕的問題 或者關於產品的問題 我這次基本上沒有說過這些產品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但我會帶回產品的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